有媒体报导中央气象局前地震中心主任郭凯文指出 1920年花莲外海曾发生规模8.0的地震 而日前又遇到花莲外海地震以及鬼扶轰鱼的出现 许多人都猜测深海强震的发生机率 而花莲区一会就表示日前花莲所看到的鬼扶轰 只是单纯的浮游生态链的表现 未来是否会发生8.0强震 尊重学术界的研究不予评论 日前有赏金业者在花莲外海看见鬼扶轰 刚好遇上5级以上的强症 而国外媒体指出大量出现鬼扶轰会发生地震的情况 花莲区一会就指出 看到鬼扶轰应该只是单纯浮游生态链的表现 听说东部外海会有8级地震发生 我们一会是基于尊重 那其实这也只是一个个案 捕获记录 所以它算是真的是相当罕见的 那在花莲外海最近看到的这一只鬼扶轰 我相信这个娱乐渔船上面的乘客真的是非常幸运 赏金业者也说这次的巧遇应该只是巧合 也会将航班所遇见的金屯鱼类资讯提供给研究人员 作为研究参考资料 那这鬼扶其实它的外观都很特殊 一个黑色的白色的纹路这样子 那它这么大只船长预估大概有500到600斤 那是非常大型的一个这样的鬼扶突然出现在海平面上 那其实也很感谢老天爷就是它风平浪静 以及那个水滋如此的透彻 所以靠近的时候让船上的游客都非常的惊喜 在夏季来到花莲赏金的游客相当多 能够惊喜遇见罕见的鬼扶轰相当难得 花莲区遗会就指出在106年 全年度在余会的谢余纪录当中只有通报5只 107年至今也只有目前所通报的这一次 所以游客能够遇见是难得可贵的经验 记者凌桀 花莲市采访报道